大家好,现在安徽佟宁 今天乘坐佟宁七路公交车 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 从我这里乘坐到长江边 大约16公里 正好横穿了整个佟宁市区 佟宁这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山 所以说它这个路不是那么的平坦 有高低起伏的路段 现在经过的地方应该是属于新城区 老城区的话,它那个房子看起来是比较老的 坐公交车游览这个城市是最便捷 也是最省钱的一种方法 对吧,公交车带着你到处乱跑 这样是最好的 而且最好是坐这种长途公交车 十几公里的 这段路看起来还是比较美的 因为正好是逆光 远处那栋楼是我来这里两天发现的 可能是佟宁市区最高的一栋啊 现在路过的是佟宁的老城区了 市区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刚才我身后经过的那一段是更加集中 等于这个公交车是从我住的那个方向应该是靠近铜林北站 然后一直到靠近铜林长江大桥那边 横穿整个铜林市区 还有就是铜林像这样的天桥比较的多 我看到好多了 这一点还是比较优秀的 换了一条路 继续往前走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 等一下到中午的话 可以想象一下还是非常热的 但是你早上出来 冬天的衣服必须得穿上 不然早上很冷 铜林这个城市的面积大约3000平方千米 人口是130万左右 面积不算特别大 但是它是非常厉害的一座城市 就是因为它这里盛产那个铜 现在还有没有铜就不好说了 但是在汉在那个商朝时期 它就已经开始冶炼铜了 所以说这里的铜的冶炼链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 可以说历史悠久 当然进入现代社会 它这个制铜的工艺会更加的厉害 这个右手边是一个什么地方 看着挺好的 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一下 这个路脸边的是什么树 完全看不出来了 铜林这个城市的绿化 没有香樟树 有乌鸠树 然后这个树目前它没有叶子 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一路向哪个方向呢 应该是一路向西 因为太阳在我的左手边 那边应该是东 所以说是一路向西 就会到很远的郊区了 已经穿过了老城区 这里应该都是靠近 长江边的一些工厂 铜林这边的工厂 主要就是以生产铜 制作各种铜 以念铜 所以说之前我在纪录片上就看到过 非常厉害的 全世界都有名 这里是路过一个铁路的倒闸口 远离了主城区 这边现在应该是工业园区 因为到处都是工厂 那两个是巨大的冷却塔 铜林这边说话的口音 和我们那边有点差距 但是基本上都能听得懂 因为离得不远嘛 也就90公里左右 所以讲话的话 基本上都能听得懂 但是我要是讲纯粹的炉江话的话 人家本地人他是听不懂的 你还是要讲普通话 但是他们讲本地话呢 我只要仔细听的话 基本上能听出来个八九不离十 差不太多 像南京话和和肥话 差距就不是很大 乍一听的话差距不大 因为离得都不远嘛 现在经过的这个地方叫六国化工 周围这个大工厂 多的多的料吧 也有很多野链铜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厂 看来这个地方是铜林最重要的工业园区啊 现在已经到了郊区了 但是洒水车还是比较繁忙的 看一下这个大车 这个能拉多少吨 40吨 应该没有问题吧 海螺水泥 在我印象中这个水泥是非常好的 从小就听说过 以前的工地上也见到过 这个海螺水泥真正的发源地应该是在五湖 只不过铜林这边应该是有分场 下车了 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到这里大概有16公里 横跨了整个铜林的市区 一路上也是见证了很多的那个工业园区 铜林这个城市不算特别的大 但是它非常的精致 有长江有很多的山 所以说风景还是非常好的 当然我希望它能把长江边修建的更好 尤其是铜林长江大桥这个地方 应该要把它打造成更好的一个公园 那样就更加完美了 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